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差不多高的杨子和迪丽热巴,这身材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说到女神迪丽热巴和杨子,她们两人在娱乐圈之中都算比较高的女星了 这女神迪丽热巴她有168厘米,而女神杨子她也是并不差有167厘米 不过最近有网友感叹看了他们两人的背影照对比之后 却觉得两人身材也是相差太多了 迪丽热巴她身材高挑,就算看一个背影也是会让人心动 特别是给人一种前凸后翘的感觉 这杨子却是相反,她的腿有点粗也难怪她要一直要减肥了 她的身材在娱乐圈之中,并不算是很好的 不过好在她的演技很不错,塑造了很多让人喜欢的角色 而她也一直在减肥,可能她就是传说之中的异胖体质吧 不过她穿古装却是可以很好弥补这点 杨子的古装清新甜美,也是很可爱 她的现代剧也是很不错 比如说正在拍摄的《蜜之盾鱿鱼》就很不错 这部作品公布了不少剧照,杨子减肥之后颜值还是很在线 而女神杨子她却是更加适合出演现代剧,古装也有不错时 不过因为秦时利人明月心烈火如歌,迪丽热巴被不少网友攻击 认为她不适合古装 其实看看她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美人制造》班书传奇之中也是不错 只是到了这两部古装剧之中,就感觉颜值被造型师给拉低了 而杨子她其实也有被大家黑时,她在出演《朱仙清云志》时就被不少吐槽 当时很多网友觉得杨子,她颜值一般驾驭不住这种超凡脱俗的角色佳人 这个角色可是让她招黑无数,好在后来她出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天机之白蛇传》说反响不错 这两部作品可是让她圈粉无数,接下来她的作品依旧是很不错 而迪丽热巴也是同样,这两位可以说是在娱乐圈之中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她们当中哪一位女星了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获利 02龚俊新剧《开机》,主角人设很带感,原作剧情略狗血,导演能力存疑 12月7日,电视剧《我要逆风去》正式开机,龚俊、钟楚希、吴轩宜等主演出席了《开机仪式》 该剧由赵一龙指导,龚俊、钟楚希领衔主演,吴轩宜、高志亭、魏哲明、张陈光、温征荣、刘佩奇等主演 根据《未在的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的民族品牌在电商经济冲击下实现复兴的故事 先聊聊原著,再说其他 在笔者看来,小说《我要逆风去》只能算是一部及格的作品 它的剧情一般,商战情节有点儿戏,其实讲的就是家族狗血,不过亮点也是十分突出的 原作的亮点在于主角人设,尤其是男主徐斯的人设 徐斯走的是扎苏人设,主要分为两面,一面冷酷毒蛇,一面又撩又郁,可以说是十分带感了 凭借山和令一炮而红后,龚俊至今也是一位人气颇高的演员,优越的外形自不用多说,演技也是有再进步的 而且自身气质与男主比较相合,这在无形中也拔高了大家的期待值 不过,她在你好火焰蓝的糟糕表现,暴露了台词功底不足的缺陷,希望她这次可以克服这个缺陷 美丽而坚韧的女主江湖则由钟楚希负责饰演 在笔者看来,钟楚希无疑也是一位高颜值女星,给人一种又美又撒的感觉,就很适合出演像江湖这样的职场女性 她曾出演《芳华爱的妇产科》等作品,不过笔者都没看过,不知演技如何 女二饰演者吴轩怡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面孔了,偶像出身的她颜值自然是不低的,演技当然也是不好的 在漫改剧《斗罗大陆》中的辣眼睛演技真的让人印象深刻,虽说海报看着挺有感觉的,但谁不知道她会不会再次拉垮 此外,张晨光、温征荣、刘佩奇等戏谷的加盟也为该剧增添几分看点 张晨光老师负责城府极深的商人,温征荣老师负责气质从容的女总监,刘佩奇老师则是负责老谋深算的商战传奇人物 光看海报就有角色身上的那股位了 位在不仅是原作作者,而且也是一名优秀编剧,曾推出职场佳作《怪你过分美丽》,水平还是相当在线的 据说,他这次带来的《我要逆风》去保留了男主的扎苏人设,而且删除了不少狗血情节,还是让人比较期待的 不过,这剧的导演却有些让人担忧 可以这么说,作为演员,赵易龙是一位实力派,在狼牙榜饰演的真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导演,他还是一位新人,指导的作品《追爱千年》,《幽兰湖之御厨驾到不为大众所知》,豆瓣上的评分都少得可怜 对于他的指导能力,笔者只能打上一个问号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